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击败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作为首次从政参与竞选 选举期间不断引起争议的特朗普 不仅一连拿下了佛罗里达等好几个摇摆州 并突破了所谓蓝墙 把之前普遍认为民主党稳操胜券的宾夕法尼亚 维斯康星等州由蓝翻红 他在胜选感言中表示 只有团结才能让美国进步 我们会跟其他国家一起合作 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会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期待会有很好的关系 没有梦想太大 没有挑战太大 我们想到我们的未来 没有任何我们的目标 美国会不会再继续 任何的最佳 曾经担任美国第一夫人 国会参议员和美国国务卿的 希拉里·克林顿 希望成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总统的努力 以失败告终 新任总统特朗普 将在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